在2021震盪多佗行情裡面 你賺了多少 如果你沒有賺到 不是沒有行情 是你沒有用對方法 享受賺錢的快樂 顯現投資增價值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錢投資 昨天晚上 美國股市回檔台股 當然今天會跟著做修正 那今天回檔修正 你就會看到 報上有落後的訊息 告訴你 Delta肆虐全球股市 恐怕會有恐慌性的一個沙盤 去想一想 去年度的3月份 那個低點怎麼來的 今年度5月份 這個低點怎麼來的 去想一想 疫情的利空 如果讓台股 這次真的又產生一個重挫現象 資金準備好 資金準備好 不要怕疫情利空 這我今天對報上的一個解讀的新聞 所給你的一個策略 今天盤 跌什麼 跌電子股嗎 今天台積電有跌嗎 台積電我之前就告訴過你了 611是反壓 來到611要賣 好不好 那連續兩個跳空下來 我昨天已經跟你講了嘛 短線支撐 你家 今天台積電最低579 昨天578 他有沒有跌破昨天低點 沒有嘛 所以今天電子股 想不講 今天什麼股票 在 跌 鋼鐵 跟航運 整個航運類股的一個架構 我之前就跟你講過了 人氣退潮 航運類股 它下跌機率遠大於上漲機率 在7月12號我就跟你講過了嘛 沒有量了 下跌機率遠大於上漲機率 那我也提醒同庙 不要隨便攤平 如果你之前 不管是航運或是鋼鐵 你賺了很多的利潤 這一次不管你小賺還是小賠 談上要賣 談上要賣 不要認為說每一次 航運類股 鋼鐵類股回檔修正下去買 都會有不錯的利潤 總有取忠人善的一個時機嘛 所以我上禮拜二7月13號就告訴過你了 不要隨便攤平 上禮拜三有沒有告訴你 收繳止跌嗎 航運類股它會彈 彈上來持有的上來要會賣 上禮拜三的解讀嘛 還記得上禮拜三 我跟你解讀航運鋼鐵會彈 禮拜四果不其然 很多航運類股亮燈漲停板 那我也跟你講過啊 這次航運類股 因為它下殺力道 比之前這根紅黑棒要增嘛 所以我在上禮拜四有沒有告訴你 航運類股會彈幾天 會彈三天 它會彈到這禮拜一 你上禮拜三禮拜四有鎖定我節目的 去看一下我YouTube頻道的一個節目內容 航運類股有沒有告訴你 它會反彈三天啊 上禮拜四禮拜五跟昨天禮拜一啊 三天啊 波動的一個轉折 時間破落架構 我在上禮拜已經跟你分析 很清楚了 而且我跟你講嘛 比如說萬孩這張股票 當時我這一根 紅黑棒跌身反彈 漲一天而已啊 量幾張 量還蠻多張的啊 二十幾萬張嘛 你看一下嘛 這一根 漲停板二十二萬張 那上禮拜四反彈上來這一根呢 才十四萬張嘛 所以這不是回升波的攻擊量 它是反彈的波動 所以昨天 第幾天 第三天嘛 Bingo啊 Bingo啊 是不是 所以昨天是你 航運類股 最好的反彈波動的賣點 那另外我要提醒你的是 目前的航運類股啊 不管是 萬海 長榮 陽明海運 外資都已經開始在賣超了哦 貨櫃三雄 外資 現在在高檔區 已經開始在賣了 所以我希望 清老師 該提醒你的風險 我們會施錢提醒你 因為我講過 我是會帶會 賣股票的分析師啊 如果你有航運類股 還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那當然 你可以找時間 機會來諮詢我 我會給你一個最 安穩的一個答案啊 鋼鐵類股也是一樣啊 上禮拜是 重量人不是攻擊量嘛 這都是反彈的量人啊 所以上來鋼鐵類股 當然要賣啊 整個鋼鐵類股 我已經講過了 我們賺 最好賺這一段 星光鋼 記得吧 形態突破的買點嘛 上去這個位置 漲了四幾% 我賣了 告訴你不要追嘛 結果不是殺下來嗎 反彈波動 找賣點 我沒有去搶反彈啊 所以從鋼鐵類股的星光鋼 我賣掉之後 我就告訴過你 我全部的一個資金 完全重壓在電子股身上 因為現在是電子股的旺季嘛 所以這個盤 如果上禮拜 賣 你有跟我們適度減碼的 逢高 站在賣方的 那今天的一個回檔修正 當然 你可以施機而動 你有更多的資金 可以做 承接的一個動作啦 你看看這檔每期嘛 從低檔區的操作 Tesla改你股票 上禮拜三有沒有告訴你91.7賣 有沒有 全身而退 是什麼樣感覺 對不對 上禮拜三7月14號賣掉嘛 91.7啊 這會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賣掉之後 其實每期嘛沒什麼跌啊 其實最低也不過86.1啊 強不強 很強耶 像這種股票 我所謂時都可以做接回動作啊 你懂我意思嗎 重此做一點價差 也不錯啊 另外一檔 Tesla改你股票 康普啊 上禮拜我賣啊 賣在1.24嘛 這時間價位都跟你對過了 47.39嘛 今天呢120啊 也沒什麼跌啊 為什麼亂搶 最好是選的股票啊 基本面市場上認同度很高啊 所以 我們一個操作 整個完整流程 不管是康普的7成嘛 或是美其馬的6成嘛 怎麼帶進的怎麼帶出的 完整清楚做交代 跟其他的分析師絕對不一樣 你所看到的分析師大部分 都是漲的時候拿出來講 是不是 那他有告訴你什麼時間買 什麼價位買嗎 或什麼價位做停椅 出廠動作嗎 如果節目的內容 不敢拿出會人口訊 來跟你們對時間對價格 告訴你整個完整操作流程 那個績效是真的嗎 你認為每天 都只會分析漲停板的股票 我就說過了嘛 如果那麼厲害 賺了好幾根漲停板 賺了一倍利潤 那就告訴電視機的觀眾 你買在什麼價位 你出在什麼價位嗎 股票的操作 一買一賣決定你的輸印嗎 不是每天都分析不一樣的股票啊 我如果要呼籠全國的觀眾 我就每天跟你介紹不同的股票 禮拜一跟你介紹 比如說航運 禮拜一跟你介紹鋼鐵 禮拜三跟你介紹電子 電子股又那麼多族群 被動元件我分析一下 接下來分析車用電子 接下來分析公力放大器的 我每天都跟你分析不一樣的股票 只要這些股票漲上來了 我就告訴你 我有在節目上介紹過 漲上來都是我們會員的持股嗎 所以你認為什麼樣的一個節目內容 是有實力的分析跟操作 對時對價這個測標不會拿下來啊 這很辛苦 你去看一下上下左右的一個老師 誰有那個本領拿出會員的折訊 每天都跟他的一個會員 在對時間對價格 那個折訊 那就代表真實的一個操作啊 你去比較一下 十個老師 九個老師都不敢拿出會員的折訊 只有七個老師獨牌綜藝 這個獨牌綜藝 所以要有相當的實力啦 否則你股票買了 秀出折訊 萬一又跌下來怎麼辦 你股票賣了 對 萬一股票要漲上去怎麼辦 那不是我考量的一個範圍 我考量的話我也是 一檔股票 我第一檔怎麼買的 上漲的過程 縱使有洗盤 我怎麼分析的 大波段的行情你要給我時間啊 高點我只好會帶你提議把檔出 把最好賺那一段賺到嘛 這個過程是我跟會員 共同創造出來的一個效果啊 所以你看一下這檔郁金光 之前這一大波段 229塊錢嘛 598那天告訴你要解碼嘛 6月25號啊 我賣在500球嘛 打下來短線支撐你家 記起來啊 短線支撐你家啊 所以552有接回嘛 創新高617賣嘛 552到617是不是又多了65塊錢 這一買一賣啊 怎麼接的 怎麼賣的 這一小波段65塊錢 有沒有全程拿出會能勾訊來跟你對價 兩波段操作起來超過290塊錢啊 創新高我喜歡賣股票嘛 金老師的會員 我不能說千軍萬馬啊 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絕對不是單兵作戰 不是單槍匹馬嘛 我什麼時候帶他們賣 大家容易賣 大家容易全身而退 當然是股票創新高的時候很好賣嘛 我怎麼可能高檔帶你們去湊熱鬧 如果高檔 我沒有帶你 做停利的出場動作 接下來呢 接下來支撐的買點到了你怎麼辦 賣掉我就告訴你支撐不變嘛 對 支撐不變嘛 不是嗎 不是嗎 嗯 不是嗎 支撐是不是來了 你617有賣的 今天最低547喔 來到547是差了70塊錢啊 今天最低不止547啊 542啊 617到542差了70幾塊錢 支撐性的位置來了啊 該怎麼逢低操作 嗯 這麼明確的一個答案 你所享受的是 一檔股票如果你低檔區會買 高檔區又會賣 同一檔股票 是有機會創造倍數利潤 我沒有再跟你呼口號 我都拿出會員的 抗訊來跟你對時對價 證明我們完整的操作流程嘛 你光是看一下這一檔金濤科 打下來回測線叫支撐 106.5買啊 支撐性的買點嘛 上去139賣嘛 賣完之後打到月線又支撐啊 低階啊 125.5嘛 不是嗎 上去 182平易賣出嘛 兩階段 有沒有一倍 如果低檔買 如果高檔出 全程公開 不把你撐步啦 是不是 這檔金濤科 我也沒蓋牌啊 182平易的賣點 如果你有賣的 朋友 股票變便宜了耶 來到支撐客戶賣 就像上禮拜 如果你有適度減碼股票了 看到今天大盤跌200多點耶 有沒有 收盤是跌260點耶 你是認為可以低階呢 還是你認為說 要停損呢 看你怎麼操作 對 DATA的一個肆虐 讓股市回檔修正 短暫性的 所以我今天一開場來 就跟你講啊 今年度的5月份 那個15159的低點 是怎麼來的 去年度的3月份 那個8523的低點 又是怎麼來的 嗯 資金準備好 資金準備好的 金老師就會帶你低進高出 高出還在低接 成功贏家的風範 總是要低檔買高檔 那一段賺完高檔有賣 資金空下來 股票回檔 下來來到支撐 當然可以輕鬆做基尾動作 或是轉進其他個股都很好 畢竟第三季 電子股都忘記 可用資兵太多了 我目前 航運早就不碰了 鋼鐵星光鋼賣掉之後 我也不碰啊 全力的重壓電子股 就是這樣做公表 一套資金不能亂槍打鳥啊 我們給一套資股三檔左右啊 行情好一點 我會撐到五檔 可以做公表三幾有夠你賺啊 我一定會出料就才會盡心的 我不是每天給你兩三檔不一樣的股票 一個禮拜十幾檔你怎麼照顧 難照顧你就沒辦法賺到錢嘛 是不是 所以懂得一個集中火力 會把你的資產推向一個獲利乘數的效果的高崩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是見烈欣喜 建議黨挨黨 強投草的一個操作 相信 縱使大波段行情來了 你也是經常抓股招幣 你是沒辦法戰勝 大盤的一個架構的 所以金陶科 兩趟的操作 加起來有沒有一倍 你自己去算 高點會賣 給你的規劃的結尾位置在這裡 7月7號 多麼清楚 對 導播都幫你照得很清楚啊 就是這個位置嗎 是不是在155附近 有沒有來 當時候有反彈 我還告訴你我沒有機會 這個位置是不是有小反彈 對 股票的操作 我一定都有規劃 不管是買點還是賣點 那這個規劃不一定 十拿九文 十次有對個七八次 就算很厲害了 有時候一兩次 跟我的預期不一樣 當然我會有所調整的動作 但是如果 整個看法跟規劃 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我當然不會做更動 策略的一個操作建議啊 所以金陶科當時候啊 他是不是有談 有談耶 談上來我說 我還是沒有機會嘛 因為看法沒有改變啊 那就按計畫 真的來到155的 我才做幾回的動作 這樣子也是27塊錢的價差嘛 沒有錯吧 這時間交換都跟你對過了啊 18到15 27塊錢也是錢啊 10張 價差27萬 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高點有賣殺下來 155接 接下來呢 隔天 漲得快5% 來到165.5嘛 賺超過一倍不是憑感覺 靠實力啊 低進高出 反市場操作不是 空口說白話 也不是浪得虛名啊 所以接下來的一個金陶科 昨天台股盤中不是下殺嗎 161再度的低階金陶科啊 是不是拉上去 尾盤幾乎拉到最高了嘛 還記得嗎 那今天金陶科呢 最高來到181 賣了嗎 賣了嗎 今天盤跌260點耶 金陶科今天隨便賣 都會賺錢了 有沒有賣 去問一下我的特別會員 你就知道 今天金陶科 我們有沒有做停業動作啊 同步的進出 你所看到的金陶科 光是今天兩趟超過一倍 那這一趟呢 120%跑不掉嘛 對今天大盤 跌200多點啊 那為什麼金陶科 盤中還可以見到181的高點 對不對 我上次賣在幾塊錢 嗯 我上次賣幾塊錢 182嘛 那今天來到181耶 要不要賣 要不要賣 操盤的動作 相信會員感受到 幸好這裡的成立 跟操作的實力 價錢投資概念 不會胡亂帶你去追高啊 逢低乘接 就是要降低你們的風險嘛 所以對第三季的行情 還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希望今天盤回檔修正 你來跟我合作的一個佈局的成本 降低了 那是你的機會 自己把握 休息一下 再回到前面一個現場 歡迎回到前面現場 昨天台股跌了100多點 今天台股又跌了200多點 兩天黑街棒殺下來 這檔 IC設計的MCU的概念股票 新唐 這兩天有沒有跌 高姿態強勢整理耶 你買在這個位置 特董啦 對 安全啦 有沒有破斷 有沒有破斷 第一個時間的買點 憲老師帶你進場 總是給你安心的感覺啊 但是你要知道 什麼位置要趕快跟啊 每月營收年成長三位數字的極有股啊 不是開玩笑的 對 我說過啦 比國劇更強 從去年度就成長200%以上 兩倍以上 三倍以上 到最近六運收 一樣成長244%嗎 業績是不是不斷的往上走高 那股價呢 股價呢 7月7號嘛 形態剛突破嘛 要不要進場 買在91塊半的 一路的衝高啊 衝高到 昨天你掰142.5 超過六成啊 昨天不是殺尾盤嗎 會擔心嗎 什麼叫做利益不敗之地 7月7號的91塊半 夠低了吧 拉出去了耶 昨天殺下來耶 昨天殺下來耶 是不是最高142.5嗎 昨天殺到13幾嗎 我如果昨天要賣 可以的 大概也可以賺六成嘛 隨便賣隨便賺 但我認為他還有推升的空間 所以根本不會擔心昨天的殺盤 今天的新唐一樣還是很強啊 還是很強啊 盤中一度快要過高啊 最高140.5嘛 是不是 所以近期他縱使震盪或是壓回 你 怕什麼 要賺取倍數要給我時間 不然你以為金牢科賺超過一倍 是每天都漲停板嗎 金牢科其實不常見漲停板嘛 但是怎麼樣賺到一倍 就是把一檔個股的基本面 他未來成長性 不管是在我各大社群 LINEA 臉書 Telegram 把詳細的基本面 介紹給我們的 所謂的一個社群的一個會員 或是在盤中的一個訊息 或是盤後傳真稿 帶給我們會員 詳細的未來成長性的一個原因 讓他們先有所洞悉嘛 如果你知道一檔股票未來會大成長 你才敢買嘛 買股票 為什麼你敢買 因為你知道他有願景啊 你才敢投資嘛 難道憑感覺嗎 憑感覺常常是輸家 對你買股票用拆的 賣股票用拆的 你哪一檔股票可以大賺 有也是銀頭小利啊 很難有波段行情嘛 所以這檔新唐 MCU的概念股票 金老師一推薦完之後 其他的就被帶上來了嘛 盛群上禮拜告訴你型態突破可以買 MCU的啊 他漲得當然沒有所謂的新唐牆嘛 但是他也被帶上來了 帶上來之後今天收到大盤獎回黨啊 像這種股票 還沒結束啊 下來其實都可以早買點啊 雙反也是一樣啊 耳聞槍的 概念股票 他有做MCU 賺超過半個股本 昨天型態一度破 昨天買的當然可以亮燈啊 對 昨天沒有買的 你看完我節目 昨天沒有買一定覺得很可惜 他漲停板嘛 我們跟你預告 如果有回黨那是機會 如果不小心有下來 那是低階的機會啊 所以你要不要感謝大盤今天回黨 應該要吧 應該要吧 昨天 回黨這邊那是機會 今天有沒有殺價讓你買 送分題啊 送分題啊 別的時候不買你什麼時候要買 不要每次創新高你去追那個短線高點 套了才來問我怎麼辦 自我會員 正好是盡心盡力幫你避開風險 幫你創造利潤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立志散熱模組的7月8號 整理的末端剛突破86.1 當天可以買 隔天回黨修正 趁跌平板以下再度的低階 低階完之後是不是亮燈了 亮燈完之後 創高之後的回黨洗盤 上禮拜是 跟你預告要漲了 隔天禮拜五要漲嗎 禮拜五不僅漲啊 還亮燈呢 是不是 禮拜又大漲半根以上 這樣子32% 今天這檔立志 跌啊 什麼叫做無傷大雅 嗯 撞完32%之後就回黨 不然你是在怕什麼 今天盤不是大漲 今天盤是大跌啊 強勢波動股票 要賺取利潤 你給欽老師時間啊 所以這檔股票 上半年獲利新高的 基本面如此漂亮 籌碼面更漂亮 低檔區的形態剛突破 上禮拜是跟你預告 來到這邊要低階 不低階沒有低點了 有沒有下來 禮拜來到 支撐性的位置按計畫低階 什麼是行情留給準備好的人 嗯 來了就要低階嘛 今天大盤重挫 他就不抵了啊 未來電子股的 不管是波段還是倍數利潤 想要跟金老師一起併任作戰 希望今天的電話 你盡量給他撥通 我盡我所能幫你創造超額利潤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定次負投資風險 訂閱價值型投資 慶榮老師 對時對價的真功夫 讓您隨身帶著走 掃描QR Code 加入LINE以及Telegram 最及時的有價訊息 讓您看得到也賺得到 為了